大洛杉矶信赖台湾之友会由三位共同召集人发起 分别是前台湾会馆董事长陈文石 行政院政务顾问林荣松医师 以及前台湾会馆董事长李木通 活动不止获得200多位侨胞支持 更有远从加拿大、温哥华、华盛顿 以及圣地牙哥的支持者前来祝贺 并且一起相约动员回台湾投票 帮助赖清德当选 大洛杉矶信赖台湾之友会由洛杉矶 台湾会馆前董事长赖英慧担任总干事 张局会负责财务 戴智信负责选务服务 陈正义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吴兆峰出任副总干事 推动各类催票与助选活动之外 2024年1月还要组团到台湾投票 总统府国策顾问田英宏强调 2024年大选是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 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台湾持续军事威胁与打压 因此这次大选没有选择 民进党一定要赢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